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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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谢你们在这里等了这么久 而且很感谢你们一直在我身边 这天过百的小飞像 在主题公园为姚卓妃 举办了个神秘生日派对 预祝Chantel是22号16岁生日 又送上小后冠和笔纸给她 令Chantel变身公主一样 眼见一班小飞像这么有爱 Chantel感动又兴奋 这个时候又怎样少唱几首歌 感谢粉丝的爱大呢 《世上的一类》 《灵魂的梦》 《天生一类》 《天意混乞》 《原来流开》 《独得退开》 《原来虽然开》 《回宁的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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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tel不单与粉丝近距来见面 还即场与外地粉丝视像交流 Chantel又与秋仲上台的幸运尔 逐一摆出QQ帖 和派心心影合照 不少网民见到Chantel的美貌 都激赚她过两年可以去参选香港小姐 《回宁的疏开》 今天非常有心思 为你准备一个惊喜拍照 你自己是不是很感动 其实是的 因为我是不知道要来这里 一开始他们骗我 说要去补拍 《阳光空气》的MV 我心想出了 要补拍什么 之后就被人车到这里 一小小可疑 但我觉得很开心来到 都很惊喜 因为不知道有那么多粉丝在等我 而且一进来 他们就唱Hashtag BFF给我听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惊喜 但那一刻都有一点心情激动 很感动 因为其实我刚刚睡醒 然后进来好像发了一场梦 Chantel和粉丝宽道士的同事 又可以见到可爱卡通人物 相信她亦满了而归 但正日生日 Chantel又会怎样度过呢 其实正日是没有的 因为正日要上学 所以我想晚上都是留在家吃饭 但是可能前几天 或者星期间 或者之后那几天的星期间 都会去跟家人或者朋友去吃饭 有没有什么生日愿望? 生日愿望 说了就不会发生的 所以我的方向就是去做好学业 做好工作 想做的事都可以做到给大家看 粉丝这么有心 答谢粉丝 接下来就会再出新歌 嗯 接下来呢 我批识了 afterclass是在籌备 而且自己也在籌备一些新歌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了 嗯 接下来就要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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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接下来就要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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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接下来就要准备了 嗯 那就大家一定要留意10月2号的晚上 就他们就会有这个live的直播 大家一定要去提升梦春期 耶